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如之前坊间已经报道 和库大埔将会由冯凯文和郭家乐 攀手出任双教练 这个组合对于球迷来说 都挺有新鲜感的 就让他们两个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以及会用什么方针带领球队呢 我和加勒sir事前会合好 合好训练的目标和训练的内容 可能训练上他会主理多一点 但是我和其他教练都会比以前的 因为加勒sir上半季要上线 有段时间不是香港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行一个双教练制 原本我认为11月11月后再决定路向 但是6月尾的时候 冯sir邀请我加入教育练团 尤其是最吸引我就是亚冠这个比赛 始终是亚冠 因为我现在读的教练 一定要有这个证损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这一刻可以安排我考试之后的工作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和加勒sir的理念是一致的 也希望可以培训到一些有潜质的年轻球员 他有机会我们会让他出场 其实和福大埔旧有的年轻球员都有潜质 而于始终是欠一个比赛经验 我也相信他们未来这一年会有很好的发展 其实我曾经也说过 不如考完牌才进来 但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这一刻尽早认识这些球员 现在开始入胜他们我需要的踢法 可能将来到亚洲赛 亚冠外围赛的时候 那个表现会好些 郭sir在操练前跟一班体技行家说 今季有不少新材料给他发挥 让他可以煮一道新的菜出来 当中比较注目的食材 就有上季效力海景的新进港脚孙元明倩 以及约换灌中南区 落湖道大埔的中场大佬陆志豪 其实也很开心 因为这队球其实也有很多有经验的前辈 然后刚刚有海景有几个队一起过来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到前辈学 也很开心 在这个新环境有些比较熟悉的队友在这儿 都起码可以帮下一些年轻人 我知道很多都在港出踢过 不过在海景过来有大埔的球员 有南区的球员 磨合应该都可以的 大家都有港出的经验 所以不需要磨合我觉得有点时间就可以了 很多人说这季六三军就是去年的和库大埔 灌中南区和海景的混合体 刚才提过离开了球员 那留下的呢 看回球员名单 比较熟悉的就有两位巴西兵 杜杜和卢高 以及上年大埔夺夺冠的X-Factor新组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会留下呢 第一个是我的联系结束 第一个是我的联系结束 在写月的年轻年 我需要先等待在联系的情况下 在联系中的运动或是运动 很难选择 很多球员留下来 没有一个好处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尽量能够打开 新组的球员来 我们尽量的签客 我们尽量的签客 快要够接着 我们尽量的签客 跟國德球會一樣 和富大埔去到八月中 也會飛到泰國作季前集訓 希望盡快磨合去迎接新一季的來臨